嗨,又是我Ranes,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呢就是 Odia一个韩国品牌的自创保养品 去年呢就已经开始制造研发自己的护肤品 它一开始最原始的护肤品呢 就是这一个系列 那个护肤品我不懂把它放到哪里了 过后补上照片啊 这个系列呢是最basic的 它所要带出来的感觉呢就是 把现在市面上很复杂的护肤步骤呢重减 虽然越来越多的护肤品呢都讲述精华液啊之类的 回归最简单的步骤呢 我们只需要三瓶东西 第一个就是洗脸霜洗面乳 然后第二个就是爽肤水化妆水 第三个就是脸霜就是moisturizer 它这个系列走的是最基本的路线 就是一个什么肌肤敏感肌油肌干肌都可以使用的 从它包装上看呢就可以知道它其实讲究的就是简单 把生活变得简单 然后这个第一个就是contour cleanser 老实说它对我来讲这个系列呢是真的很基本很基本款 就你不能用一个开架的价钱去要求一个专柜的效果 如果你是刚刚步入青春期对护肤一点概念都没有 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我很推荐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真的很基本 就你可以做基本的保养 过后再去看一下你的肤质适合哪一款 需要控油还是什么保湿之类的 这个洗面乳呢对我来说 嗯...ok啦 然后我使用过后呢 其实皮肤会有一点点干 一点点微微的干吧 这是primal water 它这个化妆水呢也不稀 它有一点稠度的 你看到它就是 好像你看它会 它有一种有一点厚度的 老实说 它的香精味也很重 它保湿效果对来讲也是一般般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moisturizer 其实它moisturizer呢是很保湿的 可是我当时呢不敢用太多 我错误判断我这里是混合偏油性 所以我就不敢用太多 它的眼霜用起来有一种油脂的成分 如果是干肌的话是非常适合 因为它很保湿 又很有滋润度 可是对油性肌肤来讲呢 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我建议油性肌肤的人呢可以少用 接下来它出的性品呢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Velvet Powder 就是蜜粉 你看它的粉铺也超可爱的 就是一个粉红的缎带 然后这个海绵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粉呢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粉是白色的 老实说它比innisfree的还要好用 我觉得innisfree那一个呢用了之后 会真的很控油啦 很控油的同时呢 就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干 那么这个呢它的控油成分就刚刚好 不会过干 就不会让底妆卡粉之类的 或者是让底妆不服贴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的控油效果真的是刚刚好 然后它还蛮不错 它可以持续的控油一整天 推荐哦 那么这个是最基本款嘛 那之后呢它们就推出了另外两款 它们的功效是一模一样 只是它们比较大众化 这个呢可以看到是紫色的 紫色的呢它的粉是粉红色的 粉色有什么作用呢 就有偏粉偏紫的腮红啊蜜粉啊 其实它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提亮 我很喜欢把它用来提亮眼下 像我刚才有提到嘛 它其实不会很干 它其实不会造成肤质过于干燥 所以它很适合用来打亮眼下 如果你有很严重的黑眼圈 然后你遮瑕过后呢 可以用这个来定妆 第三个就是这个 它也是粉色的盖子 不同之处就是 它是一个橘色的粉状物 这个颜色呢 比较适合健康肤色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在它们自创品牌当中 最喜欢的一样产品 就是这个 我之前在第一印象里面有分享过 如何使用和有使用的感受 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这是它们跟Get It Beauty 就是韩国的一个美容节目 一起联名出产的 Real Fresh Skin Detoxer 其实它们是一种面膜 它有分早晚 这个玫瑰面膜呢 适合用在早上 然后这个绿茶面膜呢 适合用在晚间 用完洗脸霜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洗脸霜 没有给到你一种很清洁的感觉 那就是因为 脚织层 那些已经被你的肌肤所吸住的灰尘 空气中肮脏的那些分子 那这些肮脏物呢 无论你洗了多少次呢 它都会吸附在你的毛孔上 你就需要一些更深层的产品 把它吸出来 把它移除掉 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很快速 只需要10秒 洗完脸之后呢 擦干脸 然后用适当的量把它涂抹在脸上 敷在脸上10秒钟罢了 然后呢 在水的帮助下 用手呢 去搓揉按摩 给它呈现泡泡的白沫 过后呢 再用清水把它洗掉 你会觉得你的脸 哇 真的很干净很轻松 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特点之一 为什么玫瑰是早上 如果绿茶是晚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接触的空气呢 其实并没有很浪脏 而是到了晚上呢 你已经在外面打滚了一天 你在外面接触的那些肮脏空气呢 已经不像你想象的 绿茶呢 有排毒的作用 它会把你脸上肮脏脏的东西呢 都洗掉 如果我用完了 我一定会回购 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 Mute Peel Cream Mask 它虽然写着 Peel 可是它并没有很夸张的 把你的死皮可以剥落掉 它的质地有一点特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Cream狀了 这个的用法呢 不需要把脸擦干 就是你用了洗面乳 过后呢 直接把这个涂抹在脸上 等个30到60秒 你就会发现到呢 脸上的Cream呢 开始冒泡泡 它是一个魔术面膜 就是它遇到接触到空气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泡状 之后呢就把它清除掉 然后我的脸呢 就会觉得很清爽 可是它会给你一种很霧面的感觉 就好像你涂了霧面的粉底液的感觉 它所给的感觉很奇妙 是我用了那么多产品里面 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效果 它就是很霧面 可是麻干了之后呢 我又不会觉得很干 这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它主要功效是去除死皮 用了之后我觉得我的毛孔有比较干净 这个也蛮推荐哦 这是他们家的Pore Purifying Serum Cleanser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透明妆的 像他所讲的 它可以清洁毛孔 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 平衡pH值 然后破合提取物呢 可以清洁毛孔 还有深层洁净 我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样 用了洗面乳之后呢 不需要擦干 适量的把它涂抹在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 就是我的鼻头啊 脸颊啊 还有这里下巴这里 很均匀的去按摩 让它有效的去清洁毛孔 之后呢再把它洗掉 我真的看到它有清洁毛孔的功效 本来是一个很粗又凹凸不平的黑头表面 用了它之后呢可以感受到鼻头那里会比较平滑一点 就是它还出不久的新品 这个也是蛮推荐的哦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不懂是因为我自己的肤质的关系呢 还是它本来就会这样 我在按摩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刺刺的感觉 可是那个刺刺呢 只是在按摩的时候才会产生 过后洗掉了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OK来到了最后一样单品 就是这个 这个是Stay Fresh Body Sparkling Mist 这个是他们跟印尼亚加达的一个女明星合作的一个单品 它叫Titi Kamao 这个主要的功效呢 由如他所说 就是身体喷雾 它喷出来的喷雾呢很绵密 一闻下去扑鼻而来就是那个香味 那个香味我真的很喜欢 它的味道很甜 它除了香味之外还有橘子的成分 就是一个花果香 它的香味给了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可是呢 因为它是一个Body Mist 它不是香水 所以它的持久度呢 并不高 它的香味是由玫瑰、橘子、还有桃子组成的 你看它在一小罐的 它这里有100ml这样小小罐的 很方便携带出门 过了大半天 所以你觉得你的身体很黏 你的身体需要一些香味 它可以暂时让你有着那种花的香味 给人一种很refreshing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个香味比较适合女生 男生的话呢就有点奇怪 就是如果一个很man的男生 喷上这个很强的花香味呢 如果人家闻到的话会觉得 有点奇怪 它很lightweight 就是很轻薄 就像你喷了很多下 也不会有一种很浓稠啊 好像古龙水的感觉 如果你在找一款很轻薄的身体喷雾呢 我很推荐这一款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 Aldia的产品分享 我觉得这个品牌呢 它所生产的产品呢 都很大众化 它走的是一个很基本的路线 就是什么人都可以用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它的价格很清明 如果你是小织女或是学生 你也可以去尝试他们家的产品 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他们的产品呢 是由天然的成分制造 就在这方面呢 可以给你的肌肤零负担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by bwd6